第四章 虫洞的另一端 木陵之洲内 罗锋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身体都不由自主一晃 罗锋 怎么了 混沌城主立即发现罗锋不对 我进去探寻的磨砂族分身 陨落了 罗锋直接道 同时内心中则有些经济太可怕了 像宇宙周 清风界等一些危险之地的环境威胁 即使无法探查 可好歹探查的领域会出现一片真空 代表这片区域处于无法探查状态 好歹也能让罗锋明白那里有危险 可之前自己的领域浮散开 处处皆可探查 就这种状态下 自己被杀了巅峰宫殿至宝 也无声无息粉碎了 即便是无羽翼元中的能量 要劈碎巅峰宫殿至宝 也是需要强行的劈 却根本做不到这般悄无声息的 陨落 怎么陨落的 混沌城主连追问 应该是风 罗锋道 应该是 混沌城主惊恶 因为我根本就没看见 没探查到 罗锋摇头 我的领域累至宝一切正常 处处皆可探查 那风就凭空出现 我的巅峰宫殿至宝直接粉碎 我的身体也直接粉碎 磨砂族分身就这么死了 连一点反抗 挣扎都来不及去做 混沌城主震惊了 巅峰宫殿至宝都抵抗不住 那岂不是谁去谁死 除非拿至强制宝去拼 鸿蒙一共有八名宇宙之主 前去探寻 罗锋是沿着庞然大物 嘴巴缝隙进入 走得最快 陨落的也最快 在磨砂罗锋陨落的第二天 又有一名宇宙之主陨落 第四天 接连两名宇宙之主陨落 第五天 又有一名宇宙之主陨落 在磨砂罗锋陨落的十天内 鸿蒙一方 其他七位宇宙之主 分身进阶陨落 没有一个能活下 这陨落概率 让鸿蒙所有宇宙之主胆寒 即便是其他三大决定 也没这么可怕吧 银河领主遇到的是 无法探查的风 凭空出现的风 一出现 银河领主的巅峰宫殿 至宝变化为飞回烟灭 而雪鹤之主 则是遇到了火 凭空出现的火 那火一出现 也令雪鹤之主的顶级宫殿至宝 瞬间湮灭 还有其他的宇宙之主们 木陵之舟电厅内 随着前去探路的最后一名宇宙之主 也陨落 鸿蒙的宇宙之主们 正激烈讨论着 八个 进阶陨落 或是风 或是火 或是雾 其中七个都是瞬间湮灭 毫无反抗能力 唯有一个是发现了无尽铺天盖地来的水流 水流一出现 便令周围空间 进阶凝结 无法顺移逃跑 至于水流本身 轻易便腐蚀了顶级宫殿至宝 杀死了宫殿至宝内的宇宙之主 各位 混沌城主开口道 顿时电厅内安静下来 近二百名宇宙之主都看着混沌城主 按照我得到的消息 不单单是我鸿蒙 就连其他各股势力 但凡是进入其中冒险的 都是进入到无尽的深渊 混沌城主道 进去后根本找不到其他环境 进阶是无尽深渊 而后在无尽深渊中 因为凭空出现的火 或者风 或者其他 给直接杀死 别说巅峰至宝 甚至是至强至宝宫殿 也在其中毁灭 至强至宝宫殿 顿时一片惊呼 刚刚得到的消息 混沌城主道 第一轮回时代海族 前去探路 便冒险派遣出至强至宝宫殿 而后遇到了火焰 直接焚毁 连抵抗一瞬都做不到 各个大惊 罗锋见状也唏嘘 就刚才他知道时 同样震惊 至强至宝宫殿焚毁 要知道 即便是牧灵之州内的一些机关 能杀死躲在至强至宝宫殿内的强者 也做不到毁掉至强至宝 可是这庞然大物内的可怕深渊 却毁掉了至强至宝 连至强至宝宫殿都挡不住 那我们怎么办 这比三大绝地还可怕呀 各个陨落 一个都活不了 三大绝地也没这么高的死亡率 一片混乱 混沌城主忽然脸色变了 猛的一声大喝 诸位 罗锋也惊讶看向老师 大殿所有强者都看过来 刚得到消息 第一轮回市代数股势力 都有强者进入了无尽深渊的天然虫洞 混沌城主道 罗锋也眼睛一亮 之前他去探路时 很早就发现了天然虫洞 却根本没敢贸然朝里面钻 而是继续探寻 看来第一轮回时代更加焦急 连天然虫洞都去钻 而且应该结果不好 否则不会公开出来 天然虫洞的另一端是什么 雪鹤之主连喊道 除了罗锋外 其他七位宇宙之主也发现了那天然虫洞 因为不管是从双耳 双鼻孔 还是嘴巴缝隙 最终都会进入那无尽深渊 都会路过那巨大的天然虫洞 进入天然虫洞 混沌城主道 便会直接传送到一隐秘 充满着混沌气流的地方 那里有一看似普通的小型宇宙 小型宇宙 小型宇宙 各个错愕 罗锋也惊恶无比 庞然大物体内的天然虫洞 竟然通往亦有着小型宇宙的空间 据确认天然虫洞通往的隐秘空间 应该还是再类人形生物体内 混沌城主连道 并且第一轮回石代数股势力的强者 都想方设法探寻那小型宇宙 他们安排自己的机械傀儡 安排其他手段 甚至亲自进入 却在碰触那小型宇宙的魔壁时 进阶化为飞灰烟灭 啊 小型宇宙魔壁都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 木陵之舟电厅内各个震惊 连罗锋都无法想象 因为宇宙的魔壁一般是不具有攻击力的 像宇宙最强者 借助自己的小型宇宙杀敌 也是在敌人进入小型宇宙内后 而后借助小型宇宙本源 微能来杀 单单触摸魔壁 就被杀死 这太不可思议了 陨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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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各方有个叛逃 可一丝生机都不给 谁不急 就在整个宇宙海所有势力 都在庞然大物周围 焦急无奈时 一消息传出 原始宇宙祖神教三大祖神 召集宇宙海所有势力 将由原始宇宙本源意志之令传达 什么三大祖神 原始宇宙内的祖神 不是从来都不出原始宇宙的吗 本源意志之令 各方炸开过来 从不进宇宙海的祖神 却到了这 又要传达原始宇宙本源意志之令 不管是哪一条 都令宇宙海各大势力为之关注 加上之前 各方在探寻庞然大物时 都碰了必吃了亏 顿时各方势力立即齐聚过去 木陵之舟也迅速赶去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之令 罗锋皱眉三大祖神第一次进宇宙海 为这事 定有目的 混沌城主神色郑重 当初杀死浩雷星主时 浩雷星主却能施展一种 和神力截然相反的力量 便让罗锋很警惕了 他当时便明白 宇宙海绝对有自己不知道的秘密 这庞然大物便是未知秘密的其中之一 罗锋也想知道三大祖神到底要说什么 哄 一座座宫殿 至宝至宝赶去 木陵之舟也在其中 距离庞然大物的头颅 约有千万光年外的虚空中正 有着三道白袍身影 他们并肩站着 各自白袍上都隐隐散发着彩光 同时无比强大的威压 无法抵抗的威压 从这三位祖神身上散发开 弥漫向四周 在三道白袍身影外 便是一座座宫殿悬浮 紧跟着便是大量强者出现 木陵之舟的苍门处 罗锋他们也一一走出 站在虚空中 看着远处的三道白袍身影 罗锋忍不住感叹 好强的威压 感觉周围数百光年范围的时空 便是由这三位祖神主宰 那种威压远超任何一个 宇宙最强者 此刻 他们是宇宙本原意志的代言者 混沌城主传音道 他们的威压 也是原始宇宙本源 赋予他们的威压 看他们要说什么 罗锋也盯着 人类一方对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本就没好感 因为元祖就是被镇压的 随着时间推移 聚集的强者越来越多 这一方空间最耀眼的 自然是那三位祖神 三大轮回时代 两大决定 各大势力都已到达 三大祖神中央一位 面容苍老的祖神 缓缓道 那我等便开始了 此次我等三位进入宇宙海 便是奉了原始宇宙 本源意志之令 专门为这庞然大物而来 说着他摇指 像旁边的平躺着的 巨大的类人形生物 你等刚进入其中 就可发现一天然虫洞 进入天然虫洞 即可抵达一处空间 那空间中有一小型宇宙 那小型宇宙变为禁知世界 苍老祖神道 也是整个庞然大物 体内你等 唯一能活着进入的地方 对了